从现在去往过去 那么在过去就存在两个我 这里有个悖论 就是无法解决质量守恒的问题 因为过去的时空 无形中增加了一个我的质量 一个我 看似并不会对过去的时空产生影响 但如果是无数颗恒星 乃至许多个星系都去往过去了呢 那个宇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科幻巨著 星从原著罗伯特索耶 一艘神秘的飞船从时空捷径中穿出 凯斯乘坐小型分离舱 决定与神秘飞船会面 这是一艘奇怪的外星飞船 它外表光洁 没有汗缝 没有任何仪器设备 以远超时代的姿态迎向了凯斯 曾经 当捷径被发现的时候 媒体曾兴奋地转述着 百年前科幻作家阿斯科拉克的名言 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 捷径就是魔法 这艘美丽且奇异的飞船也是 它的运动方式完全无视牛顿定力 凯斯深深吸了口气 将自己的分离舱降落到对方的飞船上 突然间 他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熟悉 是地球 一座混合森林的边缘 风暑和云山深向天空 空中透着一种 他在别的星球上从未看见过的蓝色 阳光的颜色 也与地球上所见的一般无二 在他的旁边 是一个点缀着睡连夜的池塘 旁边生长着茂盛的芦苇 他的上方飞过一群 排成V字形的大雁 绝对没有看错 甚至空中还挂着一轮 白天能见到的月亮 这一切当然是幻影 虚拟现实 使他感觉像是在家乡 或许对方可以解读出他的思想 又或许 他们已经和其他来自地球的旅行者 见过面了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个壮如玻璃的透明人 你好 凯斯 那个人说道 有那么几秒钟 凯斯没能开口说话 他的心脏跳动声 盖过了周围大自然的声音 你知道我是谁 算是吧 玻璃人说道 我不算俘虏吧 不 你是我的客人 是你 建造了捷径 是的 我们创造了他们 你究竟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玻璃人说道 我得问你一些问题 要知道 凯斯 你所掌握的钥匙 不但能通向未来 也能通往过去 而在另一边 星丛上也遭遇了新的情况 此前 时刻关注的暗物质群分裂出的小黑体 突然钻进捷径 消失了 黑体群向星丛发出了求救信号 找到我们的孩子 船员们立即打起精神 试图寻找 在距离捷径出口 一光天的范围内 是否存在着任何巨大的物体 不过 要找到小黑体 是很困难的 暗物质本身的特殊 就决定了 它非常难以被探测到 它几乎是不可见的 它发出的无线电波 也非常微弱 于是 船员们只能驾驶着星丛 朝着小黑体穿入的捷径 去寻找 长久的搜寻之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 在一颗第四代恒星旁边 小黑体被困住了 而这颗恒星 如同此前的绿色恒星一样 也是不久前 从捷径处穿越而来的 可恒星的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小黑体离开恒星表面的距离 只有四千万公里 它无法获得逃逸速度 距离恒星那么近 温度肯定高得让人难以置信 黑体面对恒星的那一面 将高于350摄氏度 热得足以融化千 拯救暗物质孩子的办法 也许只有一个 112个感知的浮标 重新从上发射出来 每一个浮标都包括一个 空心的信尸保护套 套内安装有特殊的仪器 两艘探测船用牵引光束 把这些浮标 拍在围绕着小黑体的连锁轨道上 把小黑体整个包围起来 每个浮标都带有一个人造的引力发生器 其能量来自旁边那颗恒星 慢慢地 浮标同步加大了它们的输出能量 随后 恒星陡峭的引力紧闭的一侧 出现了一处凹陷 小黑体逐渐逃离了恒星的引力紧 船员们硬生生将小黑体拉回了捷径 它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暗物质群当中 暗物质群也与星从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并告诉了人们一个惊人的秘密 为什么六十亿年前的银河系 当时是椭圆形的 而如今却变成了螺旋形 这都是我们布置的 不是为了数学 而是为了艺术 这个回答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 人类与另外两个种族的天体物理学中 根本没有合理的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星系会变成并保持着螺旋形状 因为理应螺旋形的结构 最多能维持十亿年 但纵观银河系内外的绝大多数星系 都是成螺旋形 原来 这根本不是概率问题 而是暗物质智慧生命的操纵 它们只是觉得这样漂亮 仅此而已 团员们不禁发出惊叹 这不仅仅解释了一个深奥的 有关星系形成的问题 事实上 暗物质的回答 还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 在紧密排列的恒星群中 由于高强度的辐射 稳定的遗传分子 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行星 位于螺旋形的手臂上 远离星系的核心 生命 才得以在这些行星上 孕育出来 人类 爱比人 瓦达胡德人 包括所有那些 被人们傲慢地称作 由常规物质构成的生命的存在 都只是暗物质生物 为了追求漂亮图案 而摆弄恒星的结果 一个瓦达胡德人感慨道 我们是多么傲慢愚蠢啊 你们难道没有明白吗 到今天为止 不管宇宙曾经交给我们 什么令我们羞愧的 无敌自容的课程 我们仍然试图维护自己 在生命起源领域内的 中心地位 我们发明了宇宙理论 来证明 宇宙注定要孕育我们 它必定进化出 像我们一样的生命 地球人 把这种理论称之为人类起源理论 我们 叫它瓦达胡德 物中起源论 无论叫什么 它们都是一种绝望的 根深蒂固的需要 事实上呢 我们是被忽略的 是暗物质无意间 在自己的艺术行为之下的 附带产物 它们 才是真正睿智的存在 它们创造了无数的螺旋星系 它们 船员们在无比压抑的气氛中 驾驶着星丛 离开了这里 而船长凯斯 与玻璃人的谈话 还在继续 玻璃人说道 我就是你 凯斯 一百亿年后的你 凯斯大为震惊 但是潜意识里 似乎又觉得 十分合理 它突然意识到 难道 海弗利克极限 被突破了 玻璃人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凯斯的妻子 丽萨 是一名 从事宇宙生物学 研究的专家 而海弗利克极限 即细胞分裂次数极限 正是它的研究之一 丽萨曾经的研究表明 人类 海豚和瓦达胡德人的细胞复制次数 是有限的 瓦达胡德人的细胞的 正常复制次数最多 大约93次 而人类和海豚的细胞 只能够分裂50次 玻璃人声称 他们克服了那个问题 而且还克服了 其他一些古老的自然规律 比如 人类出生时 脑细胞的数量是有限的 通常来说 这些细胞不会被替代 解决长生不老的关键问题之一是 让大脑在旧的脑细胞死亡后 不断地生出新的细胞来 但是当新的细胞 完全替代老细胞时 此前的记忆便丢失了 用这样的方式 玻璃人度过了数百年的岁月 直到后来 轻子矩阵的发明 他将记忆体储存在矩阵里 这样就可以记住 无限多的信息 但玻璃人 是在存储矩阵发明之前 获得永生的 他以前的记忆 他生命中 前几个世纪发生的事 都丢失了 这便是玻璃人 来到21世纪 与凯斯会面的原因 他要找回 曾经的记忆 凯斯开始事无巨细地 讲起了自己过往的生活 包括了种种 他能够记得起的细节 从自己年幼 到长大求学 到与丽莎的相识相恋 结婚生子 再到如今 40多岁 成为星丛的船长 玻璃人则在详细地 被这些信息做着记录 往事的回顾 告一段落 凯斯终于问出了 几个关键的问题 几十亿 上百亿年后 其他的人类 还存在吗 地球呢 太阳系呢 玻璃人的解释 令凯斯无比惊讶 太阳发生 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 没有人受伤 整个过程 是经过仔细设计 和操作的 那种类型的恒星 是不会自然发生 超新星爆炸的 它只会衰变成 白矮星 但是玻璃人 喜欢循环利用资源 于是 他们就把它炸了 它的金属物质 可以丰富 心肌媒介种类 而人类和地球上的 其他物种 还在继续进化 地球的生命 已经在地球上 进化了四十亿年 而一百多亿年后 你绝对想想不到 雏菊 或者是海葵 或者是细菌 进化成了什么 实际上 玻璃人前几天 还同一个由哮喘 并细菌进化而来的 生物共进午餐 人类的形态 已经进化的 和现在大不一样 它们不仅实现了 永生 甚至 可以改变 自己的形态 那 那捷径呢 那无数颗 来自你们时代的 恒星呢 玻璃人回答道 实际上 在你的时代 整个宇宙 只有七千颗行星上 存在生命 这些行星 散布在几十亿个星系中 银河系上 共有十三颗行星上 有智慧生命 当然 最终你会发现它们 捷径系统 便能促进你去发现它们 能促进 星际联盟的形成 创造一个 符合每个人利益的 和平合作的未来 不过 捷径的诞生 仅仅是我们为了 把恒星 推回到过去 这项工程中的 一个副产品 另外 捷径 还起着安全阀门的作用 在某个宇宙空间 居住的种族 获得飞越星际的能力之前 安全阀门 能隔断宇宙中的 不同空间 当然 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了合适的钥匙以后 你就可以在任何 捷径之间 旅行了 而关于无数颗 绿色恒星 抵达二十一世纪的宇宙 这很抱歉 我们之间有隔离政策 本质上 你我之间 有百亿年的差距 所以我甚至 无法给你更多的提醒 在生命的这个阶段 对我合适的事 可能 并不适合你 最终我会将你的记忆抹去 不过我欠你的 我会用一个小小的建议 报答你 唯独抹不掉的 是这个建议 它会令你觉得 这是你自己产生的想法 请不要伤害你的爱人 凯斯 你只会伤害你自己 事实上 凯斯已经人到中年 也遭遇了几十年 婚姻的柴米油盐 厌倦了逐渐衰老的妻子 厌倦了终日无休的争吵 她甚至 寄予一位年轻女船员的美色 然而这一切 都在无形中伤害着 爱她的妻子 这 便是玻璃人留下的建议 玻璃人离去之后 凯斯回到了飞船上 而那些 从捷径中穿出的绿色恒星 依旧让人们无比困惑 人们推测 既然这些未来的恒星 通过时间旅行 从捷径来到现在 它最直接的结果便是 导致了这个宇宙的总质量 突然增大 对 没错 质量 质量 似乎是一切的关键 可见物质在宇宙中 所有物质中 只占不到百分之十 剩下的是中微子和暗物质 不过现在 自从与暗物质交流过后 船员们比以往更清楚 宇宙中的物质都是些什么 宇宙的命运 依赖于它的总质量 即 它的总质量是大于还是小于 或者恰好等于 所谓的灵界密度 如今的宇宙 自从大爆炸以来 就一直在扩张 这是由引力来决定的 引力的大小 取决于宇宙的总质量 如果宇宙的质量 小于灵界密度 宇宙中的物质 将不断地 向更远的方向扩张 宇宙将在寒冷 和黑暗中死去 反之 如果宇宙物质总质量 大于灵界密度 引力将会把所有物质 向宇宙中心聚集 宇宙最终会迎来大坍缩 空间会压缩成起点 如果条件合适 起点会在另一次爆炸后 向外扩张 形成一个新的 完全不同的宇宙 如果宇宙的质量 恰好保持在灵界密度 这也是一直以来 被人们所忽视的 关键因素 那么我们的宇宙 便能永远保持在一个 始于生存的状态 它既不会无限膨胀 也不会坍缩 宇宙将以一种 稳定的状态和结构 存在亿万年 船员们经过大量计算后发现 现在宇宙的密度 刚好比灵界密度小5% 宇宙本会在无限膨胀中 走向灭亡 但捷径的出现 恰好改变了这一切 单纯在银河系中 就存在40多一条捷径 如果捷径的建造者 在其他星系 也是如此分布 那么每条捷径 只需要推回来50颗恒星 便能填补 5%的灵界密度的空缺 宇宙将会持续稳定地 存在下去 这真是一个 无与伦比的浩大工程 有人提出 如果宇宙可以长久地存在 那么伤增定律 该怎样解决呢 凯斯解释道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 任何封闭的系统内 最终将达到热计状态 但是我们的宇宙 可能不是完全封闭的 我们的宇宙 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 从其他宇宙中获取能量 是可能的 或者只是简单地 通过产生尽可能少的伤 来将能量存储在这个宇宙中 这样的话 这个宇宙就可以长时间 保持适于生存的状态 而到最后 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刻 也许我们的后代 已经通过足够长的时间 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20世纪90年代开始 被大家接受的 哈勃常数 就是衡量宇宙扩张速度的数值 到目前为止 引力几乎没有降低 宇宙扩张的速度 但是对第一代恒星中的 某些极端恒星的光谱分析表明 这些恒星中的 核聚变经历的时间 是200亿年 一直以来 我们都假定是计算方法错了 不过现在看来 也许现在看到的 只是一个工程的一部分 也可能 宇宙在最初的物质总量 远远小于临界密度 而捷径的工作 一直在持续 那都只是我们 还未观测到的 整个工程的全貌 直到引力 能够使宇宙扩张的速度 降为零 这项工程的尺度 把握得刚刚好 也能最终使宇宙 在很远的未来 一直保持着精准的平衡状态 一个 获得永生的宇宙 洞悉了宇宙 暗物质和生命的真相后 船员们驾驶着星丛 继续着捷径的探测工作 而那场 由瓦达胡德人发起的战争 人类也并未进行报复 最终选择 以和平谈判的方式 终结了这场战争 凯斯回归了生活 回到了丽莎身边 冥冥之中 他始终记得要善待自己的爱人 就在这天夜里 他在睡梦中 遇到了一个 玻璃人 科幻剧著星丛中 有意思的设定很多 多到随意拿出一条 便可以诞生出一部大作 比如 人类破译了海豚的语言系统 与它们共同成为了地球的智慧种族 又比如 相对论超空间 不适用的设定 突破细胞分裂次数的设定 暗物质 时间悖论 宇宙起源 灵界密度 等等设定 鉴于篇幅有限 我们仅仅为大家讲述了主要的设定部分 建议大家 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阅读一下原著 体验一下 罗伯特索耶笔下 生命的真谛 和 宇宙的奥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像 早就先感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